再來,我要跟大家講,台灣終究要以世界接軌 所以我還是主張實行雙語教育 我們必須跟世界競爭,而不是只有在台灣跟世界競爭 因此雙語教育我覺得還是必要 還有一點,剛才講過,星大交大對新竹的發展很重要 可是我們需要在這個基礎上再往前進 目前台灣每一所大學在世界排名百名之內 我覺得這是我們要去努力的 因為沒有最高等的高等教育 台灣的產業發展在以後會遇到瓶頸 因此不管是智慧教育、雙語教育、高等教育 這都是我們要努力的目標 再來,我要跟大家講 2023年在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欠GBT的出現 這代表人工智慧的出現 人工智慧的出現 這也告訴我們說 我們不管是我們的社會或是我們的政府 都必須要數位轉型 必須數位轉型 讓整個國家、整個社會的效率提高 我們在世界上才會有競爭力 有人在問我說 台灣未來十年經濟發展有哪幾個面向 第一個還是自動訓產業 因為畢竟ICT半導體工業已經是佔台灣基地幣超過20%來 這已經是台灣最強項的一個產業項目 因此我們還是要在這個已有的基礎上面繼續努力 第二個是傳統產業的升級 畢竟台灣要很多的隱形冠軍 所以我們如何讓這個隱形冠軍都能夠變成一個高附加價值產業 畢竟我們還是不能把所有的基礎都壓在一個籃子裡面 因此除了半導體工業我們要繼續發展以外 我們還是要一個很分散的產業 那個就是一個台灣傳統產業的升級 當然另外一個是新創產業 我們我在十月的時候 我去美國的戲劇去看過 我特別到了史丹侯大學 史丹侯大學的工學有四棟大學 其中有兩棟是台灣人圈的 一個是雅富的楊智園 還有一個是恩維迪亞的黃人圈 事實上大家都知道 台灣還是需要這種独角獸的產業 因此在未來的時間 我們如果讓台灣有一個新創產業 然後可以在世界上發光發亮 這也是我們要處理的 當然 談到的經濟 要談到能源 這也是我們對民進黨一個很大很失望的地方 政治應當理性不實科學 而不是純粹意識形態掛狀 我非常清楚 在現階段 2022規格家園是做不到的事情 因為我